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充满着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在众多晨练的人流中 今年59岁的郑书福 已坚持晨跑十多年 如今 离家不远的体育中心 便是它每天的必到之地 跑步现在已经流入了我们的生活 每天跑步八到四公里 锻炼锻炼 现在这个条件真的很好 位于东湖支畔的宁德市体育中心 占地面积近20公顷 场内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现今我运动我快乐 已成了许多人工作之余的常态 无论清晨还是夜晚 在市体育中心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这里 最高分的时期应该是我们今年达到了2.2万人数 在这个全省首个智慧体育公园里 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 只要在健身步道跑步 健康互动大平 就能告诉你 跑了几公里 心率是多少 主要锻炼了身体的哪个部位 甚至开出个性化的健身处方 主要是环境美 然后大家跑起来觉得特别有干净 体育中心这边的设施设备非常的完善 我们操队像晚操了跟早操了都有在这边跳 那我们在工作业余时间都会来这边运动健身 真的是日新业余 每天站起来如果不注意都在变化 确实是这样的 这是我感受最深 因为我是未利人 未利人在这里生活 但是以前的自在的本地人 确实领得把我留住了 原来是计划退休后 真的是这样想回到老家去 现在黄子又重新买了 就想住在东桥 那么这个体育这个大超市 或者是全民健身的这种氛围 这个热情提升以后 那么应该说我们民众 他会互动 就像现在的人群 你越是人群越多的地方 他越喜欢到那里去 它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体育场馆的完善 只是东桥营造一夜一居的 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来 东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社会事业机构逐步健全 广电中心 会展中心 行政服务中心 社会福利中心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艺术馆 博物馆 图书馆 青少年工 等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 相继建成使用 让群众享有了更优质的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 医疗服务 和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妈妈我们去看书了 好吧 妈妈快点了 和往常一样 做完作业 小志成就会拉着妈妈 一同来到 只有一路之隔的图书馆 这似乎 移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 图书馆住在边上 这位孩子提供了 很好的读书环境 现在东桥发展越来越好了 而我们图书馆的建设 更是提高了城市的品质和内涵 每到周末 市图书馆 总是汇集着各个阶层的人群 在这个藏书 多达数十万册的知识海洋里 找一本自己喜爱看的书籍 静静享受一段阅读时光 舒缓之时 抬头望向窗外 便是一壁万寝的东湖 绿意盎然的美景 尽收眼底 那一个城市 它移居的话呢 首先它这个地方 生态环境应该是很好的 那么生态环境的话 我想东桥 它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那它的山山两湖 一海堤 那它本身 它就处在这个山多澳的滨海 那它的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 第二个呢 它的人文美 为什么说它很美呢 比如说像我们东湖 北岸工程 南岸工程的建设 东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这种建设 包括像四大管的建设 它都是一个兜底性的工程 而且是一个 而且要体现出一种朴实性 对大家都能够 我到这个地方 我都能够享受得到 再就是它的内涵的美 二十年来 东桥始终围绕 构建投资环境最佳 创业环境最佳 人居环境最佳的新型城市整体目标 突出生态理念 将山 水 城 林的城市空间布局特色 科学地融合在一起 以东湖为中心 按照开发一片 建成一片 滚动发展的原则 规划建设 商贸住宅 行政文教 旅游休闲 新兴工业 高尚住宅 和高科技园区 等六大功能区 2020年12月 明德又一次入选 中国一居一夜城市榜 那么东桥它很幸运 它在哪里呢 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新发展起来的城市 一开始它就注意到 这样子的一个顶层的规划 顶层的设计 一个城市的规划 它是非常重要的 注意到这个 所以各个空间的处理上 应该来说 特别是公共休闲空间 还有活动空间 生活空间 它是留有余地的 华灯初上 灯桥兰亭社区 综合文化广场 一旁的小木屋里 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作为乐队的队长 65岁的张晏玉 正忙着给今年的 迎新春晚会 排练节目 自2008年组建以来 这支队伍 已从零散的几个人 壮大到了200多人 三 三 四 五 六 边中心 七 三 往上 袁慧萍 61岁 西洋红乐队成员之一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她特意在家里腾出了 一间排练室 平日里有空就练练曲目 走进自然 享受绿意 放飞自我 一位在木栈道边的护栏上 静静地看着东湖的涟漪 现在的她 十分满意自己的晚年生活 变化很大 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环境 一个公共设施 一个居民的整个文化生活水平 跟基本数字 整体数字提高了好多 您的这个地方很宜居 我们也在东桥买的房子 那就大家现在就安居在 这个东桥这边居住了 所以说生活在这个地方 是非常幸福的 我已经是东桥的幸福老人了 好几年前就是了 东桥的建设就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十个人 一个人 一百个人 千千万万的就是中国梦了 这些年 东桥开发区不断推进 社区文化建设 搭建平台 整合资源 培育亮点 让每一个社区 成为居民的幸福港湾 这组建筑群 是新落成的四大馆 即博物馆 档案馆 科技馆 青少年工与一体 是展现宁德历史 文化 科技与未来的窗口 管理的各种科技奥秘 深深吸引着我 可以让我们进一步 走进科学 了解科学 探索科学 位于东桥的宁德市医院 是一所占地面积200多亩 已成为功能齐全 设备先进 技术力量全面的 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49届五中全会以后 把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提到非常高的一个 也就是民生工程 提到非常高的角度 我们要在这方面的话 也就是在人才培养 以及设备 专科建设等等 去适应于现在的 整个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城市人口的集聚 如何方便子女就学 让城区学校布局 更趋于合理 显得异常紧迫 近年来 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目标 加快补齐教育短板 东桥二小项目 是东桥开发区建设的 中心城区教育补短板项目之一 东桥二小的建成 让林宁甚至高兴 原来孩子去哪儿上学 这一问题 一直困扰着她 现在好了 家门口就是学校 这让她省了不少心 像我女儿现在三年级了 她就完全可以自己上学 然后我是想趁着早上时间 就是陪一下她 然后自己再回去上班 时间是很充足的 学校在家门口 确实非常方便 孩子如果能够在东桥 得到很好的教育 家庭的心目感的话 就会更高 所以党工会广委会 听名声 懂名情 解名忧 始终把教育发展 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这些年 东桥持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加快推进校园建设 2017至2019三年 累计投入教育经费 4.7亿多元 新建扩建小学幼儿园项目 4个 新增小学学位 6210个 公办幼儿园学位 360个 今年 东桥开发区又筹集 13.19亿元 建设4个校园项目 届时将极大缓解城区 就学压力 我是05年到东桥的时候 感觉东桥那时候 基础各方面发展 都相对比较薄落 包括教学这一块 那时候就一个华侨小学 而且那华侨小学感觉很偏 给我感觉很偏僻 这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 感觉中桥的教育投入 各个点教育都上去了 比如说实验小学 华侨小学 还有富二小 中桥二小 给我感觉 孩子如果来这边读书的话 是非常不错的 我光在路上去上学的时间 节省了很多 平时以前我大的孩子 去读书的话 至少要花 提前一个小时去上学 我现在的话 平时就提前十分钟出门 就可以到学校了 孩子平时有空 就可以去接 孩子必须还小 我现在如果没空 那自己回家 非常方便 就给我感觉 中桥的变化 真的还是太大的 大学是社会之光 海上之灯塔 占地面积 一千二百余亩的宁德诗院 是一所教育部批准成立的 全日制本科大学 一山傍水 园林风格的宁德诗院 现有学生一万多人 设立十一个学院 三十七个本科专业 二零一八年 宁德诗院 开始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从一零年升本以后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我们也是在 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 还找到这样一个 正确的方向 因为办学 肯定是要为地方的需求 去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今年 设置的一些专业 像临床医学专业 这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那么再来一个 我们设置的 像冶金工程专业 对吧 冶金工程专业 这个也是要对接 我们林德的两个 千亿产业 一个就是清拓 不锈钢产业 还有一个是 林德时代性能源 一湖壁波荡漾 几行百路飞翔 按照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 东桥以理念新能源产业为依托 环绕赤剑湖公园 完善北部新区生活配套 北部新区快速崛起 九年前 杨晓恩从平南来到这里工作 那时的北部新区生活配套 还相对滞后 短短几年时间里 小区周边的学校 公园 商场 酒店 运动场馆等 相继建成 这边呢 不管是医疗设备啊 吃的啊 还有读书啊 逛啊 什么这些都已经有了 而且人流量大了 住的这边 住的人流大了 住的人多了 现在一期二期三期的房子都出来了 大家都搬进来住的话 这里面呢 人多了 我们热闹了 就不用再次其他地方 逛街什么之类的 造型优雅的东桥网球中心 总投资1.79亿元的工人文化工 着力打造的东桥实验小学 随着一居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气急剧效应的凸显 北部新区的快捷生活圈 已逐渐